嗨大家好我是Chef 承接上一部影片 我們馬上進入台聯大轉學考回積分計算題 我們看到第一題 他要寫出Taylor Polynomials at a1等於0 那這個a叫展開點 我們寫出一般式 sigma fn 為n4除n接 然後x-a的n次方 n從0到無窮大 接著我們把它展開來 所以n等於0代入 可以得到 為0次除0接x的0次 n等於1代入 為1次除1接x的1次方 再來n等於2代入 為2次除2接x的2次方 所以我們到達Order2 那接著我們就是去把 這個圈起來的這些值給算出來 那f為0次的意思就是沒有微分 所以就是f of x 那x等於0的時候 根據這個分段函數 告訴我們的值就是0 那接著我們要把這個f'0 以及f'0給算出來 所以我們先看到f'0 在0的這個點 它是一個分段的點 所以說分段函數 如果我要求它的微分 我就要使用導函數的定義 所以這邊我們必須帶definition 才有辦法算出來 所以我們來列出導函數定義 limit h趨近於0 f of 0加 h 減掉f of 0除以h 這就是definition 那我們現在把它算出來 f of h-f of 0 那f of 0就是真的x等於0的地方 那根據分段函數是0 所以最後只剩fh over h 那fh這邊有一個概念 就是limit h趨近於0的意思就是 h永遠不會等於0 意思就是我今天要帶的是 分段函數的上半部 所以是exp-e over x 平方 所以我們把它帶進去 接著我們要來算這個極限值 令u等於h分之1 那這樣子h趨近於0 代表u趨近無窮大 所以分母的h就可以寫成u分之1 那分子就可以寫成1的-u平方 那我就可以寫成1的u平分之u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使用羅比達 這樣子就解出來了 所以分母為分 記得圈入 那這樣子u代無窮大 所以其值就是0 但這個微分值是在x等於0的地方的微分 x等於0的地方的微分 那如果今天x不等於0的情況下 該怎麼辦呢? 我們也來處理一下這個部分 如果x不等於0 那是不是代表f就是走上面的路徑 1的-e over x 平方 所以拿來微分 就直接指數微分 照抄 然後再去乘上這個圈入 三方分之2 這就是它的f from x 在f不等於0的情況下 接著我們要來算f二次微分的這個點 那在x等於0的地方 因為它也是分段點 所以也要使用導函數定義 那所以現在的導函數 就是f'h-f'0除以h 那這個式子裡面的f'0 剛剛有算過就是0 所以直接套進來 那這邊的h也是趨近於0 所以代表h不等於0 那所以一定是走上半部路徑 所以1的-e除以h平 然後去求出這個極限 我們把板面清空來算這個極限 所以f二次微分0的地方 就是去算這個極限囉 那大家會發現 這邊有很多h的平方 跟h的四次 所以我用一樣的方法 令u等於h平方分之1 所以這個極限u就會趨近無窮大 所以分母就是u平分之1 然後分子是1的-u 所以就是去算Limit u趨近無窮 從2u平方除以1的u次方 那這次無窮大分之無窮大 就可以使用羅比達 所以分子分母同時微分 所以是 再為一次 OK所以最後答案是0 以fofx它的taylor polynomials of orders 2 我可以寫成這樣的形式 那再把該帶的東西全部帶進來 f'0剛剛算過就是0 那二次微分 然後0的地方也是0 好那我們這邊寫標準一點好了 fx大約等於t2x 這個是指taylor polynomials of orders 2 好所以f'0跟f二次微分0都是0 所以說最後的答案就是0 再來我們看到第二題 好他是要問這個sequence是否是收斂的 那sequence的意思是數列 好他是問數列喔 所以我把這整個叫an 所以要求的其實就是Limit n 趨近無窮的an 看他是不是一個收斂值 那我覺得我們能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把裡面an加bn 我們可能可以提出一些東西出來 那我就這樣想 我提出b的n次方 括號裡面就會剩下b的n次分至a的n次加1 那接著再根據指數率 把n分之一次方丟給這兩個東西 就會變成這樣 那我們把b的n次分至a的n次這一項 掏出來檢視一下 還記得題目有說了一個敘述 叫0小於a小於b嗎 那就代表說a比b小 那既然a比b小 那在n趨近無窮大的情況下 b分之a的n次應該就會變成0 那0加1的n分之一次方 就是1的n分之一次方 那就是1 所以最後答案就是b 那既然他的最後一項 是一個收斂值 隨此數列 就是converge 再來我們到計算題的最後一大題 find the limit of f or show that the limit doesn't exist 我們先看a小題 它是一個多變數求極限的一個題目 那我們先做一個化檢 我把這個分子除到分母去 因為其實分子分母有一點像 我看能不能做一個相消 所以這個分母現在可以看成是1加上這一坨 我把這個分式拆開 那再來關鍵其實就是在圈起來這一坨 所以我們要開始取路徑 那因為這邊有一個1的y次方蠻特別的 所以我取一個y等於long x 因為這樣子的話我可以把那個1的y次方給化檢掉 所以limit x 趨近於1 然後y等於long x 這樣子的一個路徑 那我們帶進去 我們就會發現當y帶long x 那這個分母的地方 就會形成x乘以x 那就是x平方-1 那現在x趨近於1 那再來1帶入 你就會發現是0分之0 我們就會想要再用羅幣打把它羅出來 所以一微分就發現 其實是可以算出答案的 這樣算出來極限是1分之2 那麼多變數函數求極限的概念 其實就是不同的路徑趨近於這個點的時候 如果得到不同的極限值 就代表極限不存在 我們現在把y等於long x這個路徑畫給大家看 那10在這個地方 然後long x是這樣子的一個圖形 所以就是沿著y等於long x的圖形 去逼近10這個坐標 是這個概念 這個是我的第一個路徑 然後得到的極限值是1分之2 那現在我想找另外一個路徑 看會不會得到一個不同的極限值 所以我取另外一條路徑 取另外一條路徑 我取x等於1好了 那我們把圖畫出來 x等於1是一條千直線 所以它是沿著x等於1這條千直線去逼近10這個點 所以這樣的極限 我們就針對這個紅色框框框起來的這一項去求極限就好 所以x等於1 然後y是趨近於0的 那帶進去 我們就會發現長這樣 那這樣子是0分之0喔 所以0分之0 我又可以使用羅幣打法則 所以把它羅起來 所以是1的y次分之1 那y趨近於01的0次方是1 所以答案是1 而我取不同的路徑 可以得到不同的極限值 那就代表極限不存在 再來我們看到b小題 一樣是一個多變數求極限 它今天是sin 除以x絕對值加y絕對值 那看到sin 我就要想到 可能會考到甲級定理 因為sin 它有一個先天的限制 就是它的絕對值 會小於等於1大於等於0 那如果我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不等式 搭配甲級定理可以得到答案 那還不錯 可是呢 當xy趨近於00 它是無窮大喔 所以兩邊的極限不同 所以加幾就失敗 那第二個 我可以想到 跟sin有關的就是三角極限 也就是limit θ距近於0 sin over θ 這個是1 喔 那我們試試看 能不能湊出這個東西 我們先來try 可以走哪些路徑 首先 我如果走斜直線 y-x這條直線 看會有沒有好事發生 所以就帶進去 sin 那現在就是x-x 然後看到y帶x 那我們就會發現 分子出現sin0 我們把這邊寫成x 然後x 因為現在y等於x 所以分子分母會長這樣 那我們發現 我們發現sin0除以x絕對值 可是我們其實希望出現的事情叫 sin θ over θ 所以我希望有一個x在這個sin裡面 這樣比較好算 那我們不妨這樣子去去看路徑 我們取路徑 x-2t y等於t 那當x-2t y等於t 那這邊t是實數 那x-y 就會有個t出現囉 因為是2t-t 所以我們的分子就會變成sin2t-t 那分母就是2t絕對值 加t的絕對值 那現在t是approaches to zero 所以是sin t除以這個2t加t 那其實2跟1可以提出來 所以就是3t 那聰明的你應該已經看到 這邊是t趨近於0 可是t身上有絕對值 所以我們應該要分段討論 所以分成limit t趨近於0正 也就是從0的右邊去逼近 那逼近出來的t應該就是正的囉 所以t脫掉絕對值就是t 那sin t over t 那這就是1 再來是左極限的討論 limit t趨近於0負 從0的左邊去逼近 那這樣子t出來應該是負值 那t竟然是負的 脫掉絕對值之後 就是負T 所以我用紅色來強調那根負號 那sin t over t一樣是1 所以極限出來是負1 最後我們代入這個極限 所以還有一個分母3 所以是1 3分之1 跟3分之負1 那既然極限出來會有兩個答案 那就代表此題極限不存在 以上就是台電大轉學考微積分 計算題的每一題講解 喜歡今天的影片可以按個喜歡 讓我知道 也歡迎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們 並訂閱圈圈的頻道 小鈴鐺叮鈴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